这个呢 这辆是卖的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个配置 最高配置的 不是最高配 那个一个中配 中配的 对 它续航旅程啊 就是配置啊 里面的功能啊 各方面 它带30色氛围灯 无线卡普类 它在这边带无线充 在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 哦 座椅加热 加热 现在你看屁股上 屁股上热热的 对对对 还有这样车的轮胎啊 轮胎它是带自修复的 哦 比如说你扎了个钉子啊 它是不会漏气的 最基本的配置就是那个轮胎的啊 对 哦 这样就好 这里还带ACC自信运行航 什么都带 L2DL5G的 L2加自动驾驶 哦 来 试一试 好的 我换你试 嗯 踩刹车直接挂了你就可以对 然后 直接挂的 挂的 挂的 挂地的 往上往上 这个都需要 对 啊 这个需要 往上一秒半的 比较小 好 我去饭 好 一直就好了 这个 我们这个车啊 它是用的电瓶是林德时代的三元氯电池 嗯 三元氯电池 对 通过国家大概一百九十几箱的电池 它 而且它底盘啊 各方面它都比较大实 真正的德系走不像那种新书是比较深的那种 它底盘比较松散 开起来没那么平稳 对 这个都是比较高 而且它这种电车 电车它不是都有能量回收模式吗 对 都有能量回收模式 然后 我们的能量回收感觉感觉上还蛮好的 就是不像那么重 像特斯拉啊 像蔚来啊 它那种能量回收就感觉像刹车一样 对 会让人很很难受很晕车 但是这个都是现在能量回收都是怎么设置的 现在设置了吗 能量回收的是现在怎么接单的 应该零或者什么小中高 应该这样的设置吗 它直接挂屁档就能量回收 哦 能量回收模式 对 这样的下机 再次按P的话 能量回收 不要按P啊 P不要按 来来来 按什么的时候 那个 去下这个能量回收 用了什么那个地图的呀 都是导的地图的呀 什么东西 导航的导航的是用什么那个 嗯 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用那个地图的话 都是 因为它现在带那个无线卡普类嘛 可以手机 手机有过可以可以可以投屏的 所以基本上直接到手机这样打 它上面都是会这会显示的一样的 就这样就直接这样掉了 这个它直接掉了 它转弯半径特别小 哦 是吧 你直接在这个直接在这个里面 它就可以掉头了 这个是那个领导白的形象来做 领导它0到50是 3秒6 0到50大概8秒左右的样子 然后它那个叫叫什么呢 它像它那个起座啊 就是正常比正常看起来很舒服 这不像不像像那种比亚迪汉啊 特斯兰啊 它那种起座很猛很很很快 它坐在副驾驶很难转来的 它会容易会容易晕 啊对 但是这个舒服性的是 比其他的车子的舒服的 很舒服 这个颜色它可以变 嗯 里面的 里面的 那 把它买 哦 哈哈哈 紫色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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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点刹车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发现的太敏感了 一点点的话也就刹车了 对 用的也是一点点的就 嗯 德系车最最我最看重的就是一个刹车和底盘 像我自己的车 我自己的车刹车就不行 开到八九十码 你一踩刹车就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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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咯想哎呀下雨天杀不入 哦啊就直接按下车 然后你直接下车就可以了 你直接下车他就你直接下车他然后他就会断电 可以到后面去弄好的 你 你 感谢观看